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2.4万例的本土个案 比起上个星期三是增加了4.2% 而其中在新北市是全台唯一破5000大关的县市 指数中心市井咯 预计从下个星期开始 台湾整体的疫情将会开始升温 以北部上升最多 而今年累计的重症个案也来到了万例 其中儿童MISI更是达到了百例 那么医师黄学院引用了英国研究指出 感染Omicron除了会喉咙痛之外 声音沙哑也是主要的症状之一 指挥中心敲警中市井下周 比1.5%疫情会开始升温 而且以北部上升最多 昭华县卫生局长则认为 反倒是中部要严正以待 因为下一波疫情中部有机会比北部更严重 因为中部的感染百分比只有19.62% 南区更只有16.89% 对比北部县市都已经超过20% 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 不过指挥官网必顺分析 毕竟台湾不大 那北疫情不会有太大差异 台湾的疫情到最后会蛮均匀的 除了少数几个县市 比如说台东花里 跟大家隔得比较远 西部的城市到最后的疫情不会差太多 而英国研究发现 感染Omicron的患者 除了喉咙痛 很多人也会声音沙哑 上次声音会变得粗糙低沉 指挥中心解释 的确有三成患者会有声音沙哑症状 主要是病毒侵犯咽喉 台湾公外学者陈秀希则观察 在B.A.4和B.A.5清洗下 8月份的中重症死亡率都有略微上升 如果清洗到造成他重症 当然就会比较容易造成死亡 8月底可能是一波我们要守住 分年龄层有一些上升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有注意到 如果是高龄的这边有在上升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除了重症跟死亡数微幅增加 17号本土疫情也比上周同期增加4.2% 今年各年龄层的重症人数 累计来到1万多例 其中儿童MixC个案也达到百例 主要以5岁以下的幼童为主 有多达81人都没打过疫苗 就怕再有儿童重症发生 首批127万剂的B.N.T.幼儿疫苗 也将成为急事与在19号抵台 最快下周六就能达到 记住你很烦的 我早就能达到